有妈妈带着小朋友到新北市淡水一家连锁亲子乐园游玩 玩着玩着在球池里头被割伤 一看赫然发现是一把剪刀 他立刻找店长处理 得到的答案是 可能是前一天维修的时候不小心忘记的 因此妈妈也气得报警处理 是令地检署侦查终结 依过失伤害罪将店长起诉 妈妈带着小孩来到乐园 一直在球池里玩耍好开心 突然间妈妈觉得一阵刺痛 一伸手才发现自己手掌鲜血直流 拨开一堆球 球池里竟然有一把剪刀 手掌被尖锐剪刀戳出一个小洞 妈妈傻眼睛呆气的找店家理论 那一天我很常去 亲子乐园在球池里面会有剪刀 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 小朋友玩耍的球池离谱出现 剪刀那样成见血意外 地点就在新北市淡水一间商场的连锁乐园 今年1月女子跟丈夫带着两个小孩付费入场去玩 被剪刀刺伤 店长给的回应是 前一天修缮不小心遗漏了剪刀 这说法让家长难以接受 双方多次协商不成 最后决定提告 一切进入司法程序 乐园业者不愿回应 其他家长听到这消息 也觉得实在太夸张 真的蛮不安全的 但是不能接受 有发生事情 可能就该好好地出来处理 检察官认为 店长确实有过失 依过失伤害最嫌起诉 小朋友开心玩耍空间 怎么会出现剪刀利器 这也实在让家长很难放下心 只有胖胖去帮忙加心没报道